一向飞扬跋扈的中东小霸王,这一次居然慌神了,发生了什么? 5月20日,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宣布,他已向法院申请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 卡里姆汉指控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的罪行是引发大规模杀戮,造成饥饿病以此作为战争手段,拒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在冲突中故意针对平民。 这是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次申请逮捕。 美国的西方盟国领导人,根据程序,逮捕令首先由检察官向国际刑事法院申请,在得到批准后发出。 一旦发出,将长期有效,不得不说,国际刑事法院勇气可加,内塔尼亚胡是谁,大名鼎鼎的以色列之王,以色列是谁,美国的亲爹,他们,你都敢惹。 于是在事关以色列的问题上,美国不惜对国际刑事法院翻脸,华盛顿政要们其上阵,纷纷为内塔尼亚胡撑腰,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称, 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领导人的逮捕令让人发指,加沙发生的事情不是种族灭绝,我们将永远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称,美国从根本上反对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布逮捕令,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级一长约翰逊威胁道,国际刑事法院如果对以色列高官发出逮捕令,将遭到美国的报复。 而这方面的立法已经在酝酿之中,如果国际刑事法院被允许威胁以色列领导人,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怎么样?够霸道,够赤裸裸吧? 不过这还没完,美国12名共和党级联邦参议员,还联名致信给国际刑事法院威胁道,如果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通缉令,我们将停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所有支持,对相关人员进行制裁,禁止该组织成员入境美国。 最后还不忘撂下一句狠话,你针对以色列,我们就针对你,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了。 显然美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国际刑事法院今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国际刑事法院明明知道美国不好惹,可为什么偏偏要去摸这老虎屁股呢? 因为民意不可为,据悉这次国际刑事法院,是因多个成员国的诉讼而启动的调查程序。 南非状告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行动,土耳其控告内塔尼亚胡犯下了战争罪,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的罪行引发众怒,内塔尼亚胡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滥杀无辜,这不仅犯下了战争罪,更是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这还没完,在巴以冲突的大部分时间里,内塔尼亚胡阻止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甚至只允许极小部分食物进入加沙地带,他们故意让加沙人挨饿,据国际慈善团体乐社会统计,加沙北部数十万人,每天平均只能获得245卡路里的热量,大约是正常需求的十分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已造成数十名儿童死于营养不良。 鉴于此,如果说以色列的屠杀还不是战争罪,内塔尼亚胡的反人道还不构成种族灭绝罪。 那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国际刑事法院还有什么设立的必要? 要知道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权以战争罪、种族灭绝罪、侵略罪和危害人类罪,起诉个人的常设国际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而成立,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国际司法机构,目前共有124个常任理事国。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不仅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罗马规约,而且还拉拢其他30个签署过规约的国家,签订了一个旨在规避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公民刑事管辖权的98条协定,随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又签署了一项美国公务员保护法。 该法案规定,美国总统有权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释放被国际刑事法院拘留或监禁的美国或其蒙古人员,公然叫板国际刑事法院。 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也曾签署一项授权美国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实施制裁的法案,为此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法本苏达,还遭到了美方制裁。 而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曾公开抨击,称国际刑事法院为一个彻底崩溃和腐败的机构,可见美国肆意践踏国际法,打压国际组织的历史由来已久,前因小布什、特朗普、蓬佩奥的公然叫板,经有拜登、布林肯、约翰逊的肆意威胁。 不得不说,美国现在已经彻底沦为一个流氓国家,它信奉赤裸裸的强权及功力,它实施黑手党式的威胁恐吓,那么面对这波杀气腾腾的操作,国际刑事法院屈服了吗? 显然没有,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林武汉昨日表示,自己亲眼目睹了这些袭击的毁灭性场面,以及提交的申请中所指控的无耻罪行的深远影响,这些行为需要指责。 他最后再次强调,国际法适用于所有人,没有人可以逍遥法外,面对如此硬核的国际刑事法院,以色列被吓破了胆,要知道,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一旦发出,124个常任离世国都要按照罗马规约执行,也就意味着内塔尼亚湖只要抵达上述国家,就可以被逮捕。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东小霸王的颜面何存?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何在?于是内塔尼亚湖慌神了,不断给拜登打电话,寻求华盛顿的帮助,所以就有了文章开头华盛顿政要们的奇商针。 那么接下来美国会停止威胁吗?要知道华盛顿为了维护犹太集团的利益,连联合国宪章都可以背弃,又何惧威胁一个国际刑事法院呢? 别忘了,美国庙堂之上,到处都是犹太人的身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犹太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是犹太人,美国司法部长加兰是犹太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是犹太人,美国副国务卿纽兰是犹太人,美国中情局副局长科恩是犹太人,美国已经彻底沦为犹太人的应许之地。 看到了吗?这就是摘下面具的美国的真实面目,这就是华盛顿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他们眼里哪有什么国际法和人权,有的只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做派,加沙的生命正在失去,加沙的硝烟还未散尽,美国却在助纣为虐, 好在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会告诉全世界,以色列的屠杀构成了战争罪,内塔尼亚胡的反人道构成了种族灭绝罪,国际法适用于所有人,没有人可以逍遥法外,哪怕美国竭尽全力的威胁恐吓,也于是无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